大家好,我是Kevin 今天又到了我們的靠北汽車門 今天要靠北什麼? 今天就要靠北手上前台無線打拉機 那為什麼要靠北無線打拉機呢? 因為市場上充斥了太多錯誤的資訊 跟一些奇奇怪怪的觀點 我再不出來靠北動力飄了 所以說我今天會從機器的運轉模式 轉速跟扭力 這三則之間的關係來跟大家探討 那請你今天一定要認真地把電機看完 看完之後你就知道你該怎麼選打拉機了 好啦,不要亂說 Let's go 不管是有線的無線運動的氣動 打拉機還是拋光機 中文名稱還是一部名稱 你一定要確認它的運作模式 運作模式大致上通過這三種 ROG、GAG、DAG 那對於這三種機器運作模式 不了解人可以去看我的拋光機教訓 或是你可以去Google 洗車大全能的拋光片 裡面有很多很詳細的介紹 針對運作模式要講的重點就是 一定不要選擇RO模式的機款來上拉 因為RO螺旋式的運作模式 工作面積最小 也最容易留下一些機械紋 一些細紋等等的傷害 所以我們打拉機 一定要選擇這種 DAG的運作模式 又稱為偏擺式的機款 舉例來說 所有的機車和美容貨物一定會有一台 系統打拉機 那系統打拉機才是DAG的運作 那為什麼要選擇DAG來上拉 因為DAG它的運作模式 工作面積比較大 施工的過程當中 產生的二次傷害 產生的氣溫比較少 然後也比較不容易 對精油、對漆面產生的傷害 所以說打拉一定要選擇 DAG的運作模式的機款 OK 那當大家都了解運作模式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聊聊 轉速跟扭力 我們把轉速想像成水平的力道 就像現在這樣運轉水平的力道 然後我們把扭力想像成垂直的力道 來這邊幫我拖子垂直的力道 垂直的力道可以創造出扭力 也等於創造出切削力 水平的力道就是指它的轉速 轉速越高你就可以創造出 比較好的收尾能力 比較好的拉良度效果 那送給大家兩句話 有點倒舌的機器嗎 無線打拉機呢 選轉速高的不一定比較好 轉速低的一定比較爛 為什麼轉速高不一定好呢 因為你要搭配適當的努力 才可以把效益發揮出來 舉例來說我們KW的配置 就是在高轉速下 搭配合適的努力 創造出合適打拉的摩擦係數 那為何轉速低就一定比較爛 轉速比較低就代表在相同時間下 你的運作面積就比別人少 那換句話說 你就手工上拉就好啦 你幹嘛拿這一台轉速很低的機器 來增加自己 那我們這邊來拿ROG跟DAG 來做幾項評比 那我們這個評比針對當拉 ROG是螺旋式的運轉模式 DAG是偏擺式的運轉模式 那我們第一項減少氣管 我們都知道ROG產生氣管的機率 絕對是大於DAG的 所以這一項DAG勝出 那我們第二項 轉速效率 DAG的轉速也絕對優於ROG 也代表它的效率可以表現得比ROG更好 第三項 偏擺面積 ROG是不會有偏擺 所以它的偏擺是0 那DAG的偏擺可能從5mm到21mm都有 這代表它的工作面積比ROG更大 所以在效率方面 它這一項又贏了ROG 那我們看第四項 安全性 那如果現在有人會講說ROG比DAG安全的人 就等著被靠北嘛 綜合以上四點 ROG完全沒有拿來達到的意義 OK 那我先去補充一下ROG並無廢物 針對一些專業的技術美容店家 還是會拿ROG來針對一些嚴重上昏 來做第一次的上映置換處理 所以ROG它也是它的功能存在 那經過第一次上映置換之後 才會搭配DAG去做收尾 然後拉涼物或是其他後續的處理 那現在你可不可以問一個問題 那體電池的ROG可不可以拿來研磨上昏 就是它的操作 答案是不可以 現在的電池技術是不足以提供ROG所需要的高能力 所以現階段根本不適合任何的電池ROG管 那因為現在的電池技術受限的問題 所以說我們的KW也是一樣 它只能拿來打磨 我不會因為想要賺你錢 會跟你說這可以拋光 因為我不想要變成電池靠北這樣 那接著你可能會問說 那像你這種高轉輸的電池打磨機 會不會造成漆面的損害 會不會燒漆 OK 因為DAG 它就是偏板式的設計 所以說它會燒漆 然後傷害肌肉的機會 就已經大量降了 那由於它又是低電池的DAG管 所以它燒漆的機會 趨近一點 除非你今天是刻意 把這個機器去到最高檔 然後正確的地方 連續跑半小時一小時 才有可能少 你正常使用打磨機 不可能造極的 OK 那我總結一下 不管你未來要買什麼樣的打磨機 你要跟誰買 你要買有限的無限的 反正你就記得 你一定要買DA偏板式的打磨機 不要再買阿諾的 不要再被混調了 不要再被誤導了 雖然今天這個話題不講過很多次 但是我們還是很希望 可以傳遞這些正確的觀念 那我也是不懂說這些 誤導的人 他的心態是 到底是他真的不懂 還會說他是刻意的誤導 如果說是刻意的誤導 我就覺得真的是很欠人家靠背 那如果是真的不懂的話 沒關係 我今天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了 請你認證 請你 我相信在未來 離電池的技術 會越來越成熟 會應用在更多更多的設備上面 當然無限打磨機 它也有很多因素可以探討 包含它的馬達 它的電池 它的電機 它的比例性等等 可是因為 今天有天的篇幅的問題 還有機會我們再來聊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掰掰